科學新知 體驗生活科學 今天的發現科學專題 要帶您看看特殊的方塊海奇景 那正是發生在馬祖 因為特殊的地形還有海象 產生了一格一格這個方塊海 但是專家就提醒大家囉 如果是在開闊的海域上 看到這個奇景 最好不要太靠近 遠遠的看就好了 因為這很有可能 是兩個獨立氣候系統交會所導致的 也就是說可能有一些危機發生的喔 表面風平浪靜 但是底下卻可能暗潮洶湧 海浪在水面上交疊 形成一格又一格的方塊 這是馬祖西舉所出現的方塊海 又被譽為上帝轉動的方塊 神奇的景象 目前全世界就台灣跟法國雷島看得到 到底這一格格的景象是怎麼來的 那在陸地有點凸出去 所以這邊它的等身線 就呈現這樣的一個分布 這個時候你的這個浪 會朝這個垂直方向射進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你的浪花 大致上就會跟著等身線平行的 但這邊也有一組等身線 所以你的浪花 跟著等身線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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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射進來的 所以在這交界處你會看到什麼呢 這交界處你會看到這個浪居然呈現什麼呢 呈現這樣子一個90度90度交錯的一個網格的現象 一樣的道理 馬祖的昆丘沙灘位在西舉與蛇島之間 當兩面浪潮從不同方向涌上岸 海浪交匯後就會形成方塊還起景 像是在海面上畫出經尾線一樣 這時候這邊的浪這樣射進來的時候 跟這邊即將彎折進來這邊浪這樣交界的時候 你又看到了這種方格的形狀了 又會再次看到這種方格形狀 OK 這邊讓浪這邊讓一路這樣進來 不過馬祖的方塊海 由於是位在淺灘上 塌狼安全無餘 可如果相同景象是出現在較深的海域 就可能是危險的預兆 專家提醒 遇到要趕快撤離 它代表在海面下 海面下它整個一個浪的一個狀態 它是交錯的 交錯就代表其實它海面下的一個狀況 是比較複雜的 專家解釋 如果是在開闊水域上出現方塊海現象 就有可能是兩個獨立的氣候系統交會 或是兩種不同方向的湧浪系統 造成波浪交會 表面上看起來溫和 卻是很難擺脫的激流 歐洲西向單位與航太中心就指出 近年一部分的沉船世界 都是發生在方塊海的區域內 你看它一個方向是往我們的這個左前方 一個方向是往這個正上方 所以你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你會遭受到的這個阻力 力氣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油 不管你從哪個方向油 你可能都會順著或逆著這個浪 所以就會變成一些很危險的一個狀況 會容易出現 如果這浪直接過來的時候 我們船體前方呢 事實上可以導流 把這個海浪呢 試圖讓船體的兩側這樣流過去 對不對 OK喔 但是呢 你既有這個方向的這個浪 也有垂直方向的浪 那這個方向的浪呢 可以怎樣 船體大致上可以導流 讓這個船體維持平衡 但是呢 垂直過來的浪會直接打在側身 所以導致這個船體呢 它會搖晃不定 而且它不容易逃離這個方塊海的一個限制 儘管波紋優美又獨特 實際上卻是危機四伏 下次若看見方塊海騎警 可千萬記得儘速上岸 並保持安全距離 以免發生危險